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补充 大卫很快到达了挪博 见到了大祭司亚西亚 亚西亚见到大卫这副疲惫不堪的样子 感到非常吃惊 他战战兢兢地问 大卫 你怎么一个人来我这里来了 你的部下呢 这个嘛 大卫显得有些犹犹豫豫 因为他在寻思着是不是要把真相告诉亚西亚 他顿了一下 接着说 哦 我是受万岁的派遣来执行绝密任务 我的部下在另外一个隐蔽地点等着我 达基斯 你们千万不能把我的行踪告诉任何人 这个你放心 我绝不会将你来过此处的消息泄露给任何人 亚西亚见大卫支支吾吾的样子 心中其实已经猜到了十之八九 既然大卫不愿言明 他也就不必多提了 亚西亚又问 那么 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 我饿极了 你可不可以给我弄点吃的 还有 我来的时候走得太无盲 连武器都没带 你这里有什么武器可供我使用 大卫提出了两个要求 亚西亚道 我这里只有供奉神的祭饼 刚刚从陈设桌上撤下来 至于武器嘛 你当年在以拉谷打死那巨人哥利亚之后 不是把他的军刀交给我保管的吗 大卫一听非常高兴 好 就把祭饼和军刀给我拿来 很快的 亚西亚就按照大卫的要求 将祭饼和军刀取了来 大卫吃过祭饼 身体和精神都恢复了许多 然后 他别好军刀 起身向亚西亚告别 多谢大祭祀的帮助 我还得执行任务 就再次别过 咱们后会有机 你一路走好 数不远送 亚西亚向大卫挥了挥手 然后看着大卫的背影 渐渐消失在远方 这才将会墓的门关上 然后长嘘了一口气 刚才这一切过程 全被一个人看在眼里 此人名叫多义 是以东族人 在扫罗政府中官拜司墓长 也就是相当于序幕夜部的部长职位 多义当时正好来挪拨的中央会墓 进行宗教仪式 大卫来此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全被多义记录下来 多义回到基比亚后 将大卫在挪博会晤亚西亚的经过 添油加醋的向扫罗进行了一番汇报 扫罗一听多义之言 气得暴跳如雷 这个亚西亚想造反了 他竟敢私会朕的侵犯 来人 照亚西亚进京见朕 亚西亚接到扫罗的圣旨 就来到基比亚进宫见扫罗 扫罗一见面就 披头盖脸地质问亚西亚 你身为大祭司 不好好做你的本职工作 却与大卫结党营私 循迹害朕 想必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万岁 您这是说的哪里话 亚西亚见扫罗大发雷霆之怒 心中暗叫不妙 不过他还是想做一番解释 那大卫是万岁您最忠心的臣仆 是您军事上的得力助手 况且他还是您的东床贵婿 他说来挪博执行您指派的绝密任务 作为大脊子 我理所当然地要好生招待他 为他提供方便吗 这一切不是非常合情合理吗 扫罗一拍按桌 住嘴 朕早就不认这个女婿了 早就下旨捉拿大卫 你知情不报 暗中支持 何谋造反 你还觉得合情合理 来人 传阵的旨 将亚西亚革之斩首 将他一家满门抄斩 不准放走一人 还有 那些在挪博的高级祭司 全是大卫和亚西亚的同党 将他们全部斩首 侍卫们听到圣旨 个个吓得牧撑口呆 怎么着 要杀神的祭司 他们可都是24小时全天后 赐奉神的专职人员 说白了 他们都是神身边的人 杀他们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是要得罪神的 于是拜上没有人改上前领命 这时候 那位阴险的告密者多意站了出来 陈多意愿灵旨 带人去斩杀这些祭司 结果 大祭司亚西亚被当场杀害 扫罗的忠臣多意 则带人赶到挪博 不由分说地冲进中央会幕 一通凯莎 一下子共有85位高级祭司 惨遭多意之毒手 另外 多意又将亚西亚的全家老小 也一并屠戮 只有一人侥幸逃脱 他就是亚西亚的儿子 亚比亚的 日后 亚比亚他找到大卫 大卫立他为大祭司 这是后话 再说 大卫离开了挪博之后 他辗转来到 菲利士人的领地加特城 在大卫看来 现在他也只有逃到外国 寻求政治庇护这一条路了 因为只有在这里 扫罗的势力才鞭长莫及 况且他在这里曾经结交过几位朋友 加特城的王教亚及 他听说大卫逃到他的地盘来了 心中颇感意外 就与他的大臣们商量对策 现在以色列人都在疯传 说是这个大卫 以后将会接替扫罗 大卫曾经杀了我们许多人 我们的壮士 哥利亚将军就是被大卫所杀 大卫跟我们也是势不两立 你们看 是不是趁他现在落难到我们的地界 令人将其除掉 大臣们有的赞同 有的反对 亚及犹豫不决 只好暂且割下此事 但是 大卫的朋友们 已将这个消息传给了大卫 大卫心中大害 他于是装疯卖傻 在城门的门扇上胡血乱话 故意嘴外掩邪 把唾沫留在胡子上 也不擦洗干净 有人就向亚及禀报 亚及一听 摆了摆手 原来大卫已经被扫罗逼的神经错乱 已经变成了一个疯子 得了 省得他的血弄脏了我们的刀 就随他去吧 这样 大卫又机智地躲过了一劫 但他心想 此地不宜久留 就离开加特 到达了亚多兰地区 这个地方靠近大卫 当年打死哥利亚的以拉谷 亚多兰属于山区 人烟罕至 地形复杂 这里有的是山洞 正适合躲避 实际上 这里校聚着很多名镇一方的 陆林好汉 不久 这些陆林好汉 都投奔到大卫手下 大卫成了不折不扣的山大王 大卫在伯利恒的全家 为了逃离扫罗的迫害 也先后来此与大卫会合 又过了一阵子 亚西亚的儿子亚比亚 他带着大祭司的圣衣 以福德 前来投奔大卫 亚比亚他将扫罗派多亿 屠杀他们全家和挪伯的 高级祭司的恶行 向大卫一一哭诉 大卫听罢 不由山然泪下 拉着亚比亚他的手说 可 我那天看见多亿在会幕那里 估摸着他可能会去向扫罗报告 我顾及那里是神的会幕 不因为污血所亵渎 所以留下多亿这个活口 如果当时杀了此人 后来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扫罗滥杀无辜 竟然敢杀神的祭司 他将来必遭神的惩罚 你们全家遭难 我大卫实在是有推卸不了的责任 这样吧 你不要怕 就留在我这里 扫罗一心想杀害你我两人 但是没有那么容易 你就接过你父亲的职位 担任我的大祭司吧 你尽管安心工作 尽职尽愤 搁我在一起 你会很安全 从此 亚比亚他就一心跟随着大卫 当大卫后来正式登基为王时 正式确认他为以色列的两位大祭司之一 大卫的队伍渐渐壮大 约有六百多人 这六百多人成了大卫起家的本钱 日后他们成了大卫最忠诚的核心卫队 后来他带着这支队伍到了东部摩押人的地盘 想在这里建立一块根据地 以来安顿自己的家属 二来也好在此立兵莫马 静观时局 这时 一位重要人物来到大卫身边 此人名唤家的 是耶和华派来的先知 他给大卫带来了耶和华的指引 大卫 你不能老是待在这荒山野岭之中 应该尽快回到犹大领地去 你的根基在犹大之派 那里的人是你将来做王的最重要的群众基础 大卫于是听从迦德的建议 带着队伍返回属于犹大领地的哈列森林 以后就在这一带安营扎寨 休养生息 却说扫罗听说 大卫从国外又前回了犹大地区 还在暗底里拉杆子 组织武装力量 网罗天下英雄好汉 借机扩展势力 他心中的惶恐 自然与日俱增 剿灭大卫 成了扫罗政府的重中之重 大卫一日不除 扫罗就一日不得安宁 不久 有探子来向扫罗禀报 说是大卫一伙目前正在由大荒野南部的哈列森林地区频繁活动 扫罗就点击军兵 亲自带队浩浩荡荡来到哈列地区进行围剿 大卫等人听到风声 不敢放松警惕 他们利用熟悉当地地理环境的优势 主动采取运动战的方法 跟扫罗的军队兜圈子 有几次大卫等人 几乎就是在扫罗的眼皮底下 悄然溜过 好在大卫有神的保护 每次都是有惊无险 化凶为己 这一天 扫罗又带着三千精略部队 前去一个叫隐积底的地方 搜捕大卫 走着走着 扫罗忽然觉得腹中大痛 不好 朕有内急 要拉师爷 正好路边有一羊圈 羊圈旁边有一个大山洞 扫罗就下达命令 部队原地休息 朕要进洞出宫 待扫罗进入山洞 侍卫们就站在洞口站岗方上 无巧不成书 大卫带着几个人 为躲避扫罗的军队 恰好藏在此洞中 扫罗军队的行踪 被他们看得一清二楚 那山洞又深又大 乱势成堆 光线幽暗 扫罗一看 行 正是震拉屎的好地方 他就找个洼地 放心大胆地稀里哗啦起来 大卫的手下就跟他悄声地说 大王 大卫的手下早就认大卫为王了 据说耶和华曾应许你 他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 你可以认一代他 此时正是大好时机 我们可以趁其不备 一刀结果了扫罗 扫罗一死 他的部队在厉害 也不过是无首群龙 大王 你就可以顺利地取而代之了 谁知大卫听罢 双眼一瞪 你等有所不知 我大卫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从来不在暗中放冷剑商人 况且 他扫罗也是耶和华曾经告立的 我们此时伤害的既不光明正大 也是不仁不义 我将来是要做王 但是要做得明正言顺 明不正 则言不顺 言不顺 则是不成 首相们都急了 可是 急不可施 施不再来 说着就要上前动手 大卫一抬右手 目光严峻地说 听我的命令 放过扫罗 你等退后 让我前过去 给他留个记号 说吧 大卫带着刀 一毛腰 点起双足 捂着鼻子 摸到扫罗身边 操刀从扫罗的外袍上 割下一片不来 然后又捏手捏脚 回身离开 再说 扫罗拉屎完毕 站起身来 并没有发觉自己的外袍 被人割去一片 他轻轻松松出的洞来 下令继续赶路 突然身后有人在叫 万岁 请慢走 扫罗一听 这不是大卫的声音吗 他扭头一看 果然是大卫 心中大喜 这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大卫居然来自投罗网了 正在想着 大卫已经赶到身边数十米开外 他屈身拂脸 倒头变败 万岁一向可好 大卫 我正是想死您了 你一定是和听了小人的谗言 说大卫想要害你 所以才带着人来捉拿我 是才您在那洞中出宫 我等也在洞中 我的部下让我出手杀您 我坚决不干 听大卫这么一说 扫罗张着大嘴 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大卫走进扫罗 又接着说 万岁不信的话 请您来看 我只是将您的外袍割下一小篇 根本无意伤害您 一来 您是耶和华告立的王 二来 您也曾是我的岳父 一日为岳父 终身为岳父 请万岁明察祥事 班师回朝吧 绝不要中了小人的奸计 哎呀 你真的是大卫吗 扫罗这才反应过来 他下意识地摸着贝哥的外袍 感觉十分惭愧 马上又挤出了几滴煽情的眼泪 大卫我 你找的朕好苦啊 你这个人正是善良正直 磊落祸大 从前朕那样亏待你 你也没有暗算朕 朕承认 还是你比朕仗义啊 不过 你不要有误解 朕带兵来此 并不是来捉你 而是朕在宫中闲着没事 出来打打猎散散心而已 大卫听了 也没吱声 心想 带着三千武装到牙齿的精锐部队 出来打猎 你哄谁呢 这个家伙正是太虚情假意了 算了 我也不必跟他多计较了 这是扫罗继续表演 而啊 朕现在心中有数了 你将来一定会做以色列的王 你当王之后 看在朕的脖面上 请你一定守下留情 不要将朕的后代全部赶尽杀绝 给他们流条活路 说着扫罗装模作样 就要给大卫下拜 大卫实不敢当 大卫连忙伸手扶住扫罗 这以色列现在还是由您当家 至于以后的事情 一切由神安排 由神定夺 其实不论我将来怎样 我一定不会逼迫您的家事 扫罗点头称谢 这样吧 你收拾收拾东西 带着你的人马 跟朕回击比亚吧 你看看你们 成天驾在这荒郊野岭 和深山老林里瞎转悠 也不是个事啊 没有吃没有穿 没有枪没有泡 如果你肯跟朕回去 朕一定不计前嫌 咱们共同合作把国家搞好 大卫连连白手 谢谢万岁的宽宏大量 王宫大院我已经住不惯了 这深山老林里空气清新 没有污染 生态环境特好 也没有交通拥挤 我还是想继续长住在此 万岁自己多多体重 大卫再次别过 扫罗的既然如此 朕也不勉强 不过 朕的宫门随时都为你开着 你任何时候想回来了 朕都热烈欢迎 朕今天打猎累了 也就回宫去了 两人道别 各自回了各自的地盘 看官 你以为扫罗真的不计前嫌 与大卫共见美好未来 你我都不是傻瓜 大家都明白 只要扫罗和大卫都活着 他们之间的恩怨就一直会 延绵不绝 过了数月 大卫带着部下运动到 西伯伦以南的西府地区 这里地处由大荒野的边远 附近有哈吉拉山 也是天然的藏身之处 有探子将这则消息 禀告了扫罗 那还等什么 扫罗又一次点击三千精兵 整装出发 来到哈吉拉山山脚下扎下迎盘 这一次 参谋总长亚尼尔也随扫罗一同前来 那边兵马一动 大卫这边立刻就得到军情 大卫心里盘塞着 好啊 这家伙又带着三千精兵出来打猎了 但是想要打到我大卫这个大猎物 恐怕带三万人来也未必得手 我得再教训他一次 想到这里大卫扫了身边的部下一眼 然后下令亚细米勒 亚比筛 你们可愿意随我去扫罗的军营 亚细米勒是贺族人 是大卫手下最精锐的贺族人连队的首领 而亚比筛则是大卫的姐姐习卢雅的儿子 也就是大卫的亲外甥 这两人都是绝对忠诚可靠 又是能争惯战的主 听到大卫问他们 他们即刻同声回答 我们愿随大王前去 当天深夜 大卫领着亚细米勒和亚比筛 前进到扫罗的营寨附近 抬眼望去 扫罗营中除了几个昏昏欲睡的哨兵之外 其余人等都已进入梦乡 再向中间的资众营望去 大卫等人远远的可以瞅见扫罗 他的长枪插在头旁边的地上 身边由亚尼尔和众多兵士围着 这些人全都憨然大睡着 亚比筛一看 乐乐 大王 真是神助我眼 现在神又一次将你的仇敌 交在你的手里 趁着他们昏睡 我可以轻而易举的 一枪将其避命 请大王下令 旁边的亚细米勒也随声附和 不可 不可 大卫举手阻止两人 我再次重申 扫罗是耶和华高丽的以色列王 他虽然得罪神该死 但是不应该由我们来决定 他何时送死 一切由神定夺 神会决定他的死期 这样吧 我们就潜到他的身边 取了他的长枪和水罐 然后就离开 三人进入扫罗营帐之中 扫罗等依然呼呼打睡 他的长枪和水罐 就成了大卫三人囊中之物 大卫等拿着战利品 快速来到附近的山谷中 攀上山坡 与扫罗的营寨 拉开一段距离 然后大卫朝着他们大声喊叫 压尼尔 压尼尔 压尼尔和众士兵 从梦中惊醒 压尼尔气急败坏地走出营帐 骂的 你是何人 竟敢再次咆哮 乱叫爷爷的大名 如果吵醒了万岁爷 爷爷就将儿等剁成肉酱 大卫哈哈大笑 压尼尔 你还想逞兄 你号称以色列人中最有本事的勇士 其实徒有序名 刚才我等潜入营帐 完全可以将你们全部杀掉 你怎么保护你的万岁爷的 这是失职啊 犯罪啊 压尼尔正气得牙根发痒 就想往大卫那边冲杀过去 此时扫罗一醒 听出这是大卫的声音 就跑出帐来 大卫 我儿 是不是你 万岁 在下正是大卫 您看看 您的大枪和水罐都在我的手中 大卫高高地举着战利品 道 万岁呀 你为什么还在追捕大卫呢 我做错了什么 我犯了什么罪 就算有罪 也不劳您兴师动众地前来捉我 自然应该由神来处罚我 扫罗又开始表演开了 大卫我儿 这次又是朕错了 朕承认 这是老糊涂了 听信小人谗言 屡次加害于你 你能再次不伤朕的性命 说明你确实是公义之人 得了 从今往后 朕再也不带兵捉拿你了 不过 还是请你就跟朕回去吧 菲利士人对我们以色列 依然虎视眈眈 实是想侵犯我国 你学有专长 胸有文韬武略 是我国不可多得的动良之才 何不回宫为祖国效力呢 晚岁 大卫以为 为祖国效力 不一定非要留在宫中 在任何地方 任何岗位 都可以为祖国效力 大卫振振有词地说 如果菲利士人或其他外族胆敢入侵以色列 大卫我一定带领全体部署 跟您联合 共同抗敌 这样 您派个人来将您的大枪和水罐都拿回去吧 我们这就走了 扫罗一听 非常失落 想不到无论怎么使季下 大卫这条大鱼永远上不了沟 他只好耸耸间 眼巴巴地看着大卫等人消失在悠悠黑夜之中 就在扫罗苦苦追杀大卫的一系列行动期间 以色列还有一件重大事件发生 我们必须先简单交代一下 这就是撒姆尔的去世 撒姆尔是古代以色列世诗时期的最后一位大使师 在以色列从神权统治过渡到王权统治的过程中 撒姆尔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除了率领以色列人抗击外族侵略取得辉煌胜利外 他也肃清了世诗时代以色列人宗教信仰上的堕落思想 以后又受耶和华的调遣 为以色列挑选和告立了两位最初的国王扫罗和大卫 为后来大卫王朝的崛起做出了卓越的奠基工作 说他功高盖世 绝对不是夸张 撒姆尔生前获得全以色列人的毫无保留的敬重和爱戴 死后也是被挤哀容 圣经上对撒姆尔之死是如是记载的 撒姆尔死了 所有的以色列人聚集为他举哀 然后把他葬在他的故乡拉玛 巨星陨落 天地同碑 万里长空 且为终魂物 可见撒姆尔的个人影响力非同凡响 是继摩西和约书亚之后的又一位当之无愧的神人 顺便提一下 传统上来说 撒姆尔的墓葬地点 是在今天耶路撒冷近郊地区 一个叫拉莫的地方 此地海拔908米 在公元12世纪十字军东征期间 这里曾是十字军建筑的战斗城堡 后来穆斯林军队将其产平建造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清真寺 撒姆尔的墓据说就是在这座清真寺的地下室 但是圣经记载撒姆尔死后被葬在他的家乡拉玛城 怎么会出现两个墓葬地点呢 后来世人发现了一位犹太旅行家的一则记载 说他在1173年曾经再次旅行 听说十字军在犹太坟地发现了撒姆尔的遗骸 处于对撒姆尔的崇敬 将遗骸牵葬到耶路撒冷附近的高地上 让撒姆尔可以俯瞰盛城 有趣的是 早在公元5世纪时 还有一位作家说过 在东罗马皇帝阿卡迪奥斯的命令之下 撒姆尔的遗骸被牵至查尔西登 这个地方位于今天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附近的滨海小城 从1992年至2003年 考古学家在拉莫进行挖掘 并没有发现支持传统观点的证据 故而有学者认为 这里可能只是纪念撒姆尔的一关中 好 我们闲话少说 再回到撒姆尔试试这件事上 我们无法得知 扫罗和大卫各自听到撒姆尔的死讯后 有什么不同的反应 也未对此没有明确的记载 但是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到 扫罗的心情一定十分复杂 应该是既怅然若失 又如是重负 他对撒姆尔是又敬又恨 又怕又有求于他 而大卫呢 他一定会为之 而大卫悲痛 也为他从此 也失去了灵命上的最大靠山和政治上的最强同盟 好 送走了撒姆尔 我们现在再返回来跟踪大卫的流亡生涯 言必行 行必果 这是大卫的一贯作风 正如他对扫罗所言 当国家受到外族入侵的时候 他一定会出手制敌 绝对不会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而袖手旁观 在菲利士人进攻犹大低地基拉城的时候 大卫就曾经不顾个人得失 而带兵前去救援 谁知那次基拉城的居民竟然恩将仇报 给扫罗通风报信 结果扫罗认为大卫是自投罗王 带着人马前来绞杀大卫 大卫只有区区六百多人 自然不是扫罗的对手 幸亏大卫事先通过身边的大祭司亚比亚 他向耶和华求导 预先就知道扫罗将带人来追杀的 所以大卫得意从基拉城安然撤出 让扫罗扑了个空 流亡期间 大卫的个人生活也有了变化 横行霸道的扫罗在大卫逃亡没有多久 就擅自主张将大卫的发妻迷甲 改嫁给他人 大卫当然对此耿耿于怀 但也无能为力 后来他娶了一个叫亚西暖的女子为妻 注意扫罗的正妻也叫亚西暖 同名同姓 不要混响 圣经中没有描述大卫在何时何地 在什么情况下迎娶了亚西暖 只知道她的疾惯是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耶斯列 是大卫在流亡期间迎娶的两位压寨夫人之一 另一位压寨夫人叫亚比呆 圣经对她情有独钟 专门有一张详细描写大卫和亚比呆成婚的经过 在那个君权父权夫权不容侵犯的年代里 女人的命运时有被男人左右的情况 但是这个亚比盖女士却是个与众不同的女人 她是有夫之妇 老公是生意场上的能手 家道富因 过着悠哉悠哉的生活 不幸的是 老公为父不仁 肆意侮辱前来求助的大卫 亚比该大大责备老公的刻薄寡恩 结果 老公暴毙而轰 亚比该随后前往大卫处嫁给落难中的大卫 成为大卫的革命伴侣 我们接下来就讲讲这段姻缘的详细经过